我愛你,我愛你,我愛你 現今社會鼓吹環保 殊不知先人早已將環保落實生活中了 勤儉的客家人 將酸到無法入口的虎頭肝拿來拜拜 春節一過,捨不得丟掉 將果肉挖出混合茶墨及天然藥草 在塞葵橘子裡,經過久蒸久曬長達三個月製作 茶香和果香充分融合成了天然的潤喉茶 物盡其用最佳飯本 但相當費工,也很少人遵循古法製作了 這位文史工作者擔心文化失傳 再什麼辛苦都願意承擔 茶湯從虎口緩緩流洩,趨近於深濃琥珀色 喝起來帶有淡淡甘草香 只是客家人的傳統蒜乾茶 鮮乾茶嚴格說,它其實叫剩餘茶 客家人在喝這樣的一個茶的時候 坦白說,它是很珍惜的 我來摘虎頭肝 這個是虎頭肝,它其實跟一般的橘子是很不一樣的 它的體積特別大 手眼的爬上果樹,資深媒體人劉環月說 胡桃乾就是酸乾茶的主要靈魂 傳統的客家莊幾乎在每一家的家家戶戶的屋前院後 都可能會種一兩顆 它的果實就比一般的橘子樹會大很多 然後它可以放二十天到三十天 所以客家人很喜歡在這個過年的時候 把它放在神桌上 客家人用了十星桌 十星桌,就是鴨神桌的意思 每逢過年,客家人就會用虎頭肝來拜拜 但因為外皮厚,果肉酸 沒有一般桶肝碰肝那麼香甜 因此又被稱為酸肝 所以它上面會有很多黑色的菌斑 那這些黑色菌斑其實也就是我們在清理的時候最重要的一個重點 吸乾淨的橘子得放置七到八天 等待軟化熟成 用特製金屬圓桶來回旋轉,挖出缺口 那我們這樣子因為每一個下去 它的果肉的大小,蓋子的大小都完全一樣 口感其算無比的虎頭肝 只要年節一過,失去水分 往往就很容易被丟棄 勤儉習物的客家人捨不得丟 才衍生出客家酸肝茶 客家人做酸肝茶的主要的基本精神 就是因為習物 等到元宵節過後 這個橘子撤下來之後 怎麼辦呢 又不好吃,又很酸 那客家人後來就覺得說 乾脆就拿來做加工做茶 為了體現客家的價值 劉丸月就連茶葉都自己種 那因為最重要是這個茶賣不出去 那加上虎頭肝也賣不出去 兩個結合起來做了茶 這個其實是客家的價值的一種 重新的體現 以前的人喝酸肝茶 其實就是為了養猴潤肺 這些藥材每一家家的家法都不一樣 我的真主婦教過我用的東西 比如說枇杷葉 比如說商業 佛手肝 枇杷葉等十數種藥材 加上茶葉 和剛取出來的果肉一起混合攪拌 讓客家的酸肝茶 成了天然的潤喉茶 這些味道會讓人家 一開始就聞到非常陶醉 是因為這個是我們 父祖時候留下來的 曾經留下的記憶 只是我們忘記了它 漢人其實有非常多傳統的香料 可惜的是我們根本就不在乎它 我們都去迷戀西方的香味 經過一個下午發酵 果肉 茶葉還有香草的香氣 充分融合 酸肝茶喝起來的味道 一定是一體的味道 可是它本身是有層次的 那你可以喝到果香 也可以喝到茶香 可是它是循序漸進的 而不是說它分開體力 酸肝茶和普洱茶一樣 都屬於緊壓茶 發酵過的果肉要一一塞回橘皮 還得壓得緊緊的 不留任何空隙 然後它塞起來一個 基本上像石頭一樣硬硬的 因為前置作業實在費工 有些人早已經省去 回填果肉的步驟 現在把果肉都放進去 然後等到它經過蒸又曬之後 然後這些果肉呢 大概就變成不見了 所以一顆很大的一顆做出來 我們的大概只剩下不到一半 酸肝茶是客家人 物盡其用的精神表彰 因此劉環月 能不浪費就不浪費 追求傳統的劉環月 對每一個細節都相當講究 這個東西的時候 基本上都用無塑的 就是用棉繩 用棉繩將取出五花大綁 緊接著馬上送進蒸籠裡 然後它要變成所謂的 這個陳皮或什麼這一類東西 都一定要經過蒸 事實上有很多人 根本就覺得不用蒸 他直接用火烤就把它烤熟了 那它本身就是沒有茶味 沒有什麼香氣的茶味 這個是蒸第一次而已 它就已經很香了 隔天一早再來檢查 原本一顆顆黃澄澄的橘子 已經轉變成淺褐色 有日曬跟沒有日曬的 它的風味是絕對的關鍵 所以曬是我們很堅持的一個 非常重要的原則 日曬一定要一千個小時以上 枕透曬過的酸乾茶 顏色慢慢變黑 每天還得幫他們翻面 讓每一串外皮都充分接受 陽光的養分 經過一針 曬個兩天 然後火烤了一下之後 它繩子都鬆掉了 鬆掉之後 我們的接下來工作 就是要重新 這個機會就要幫它塑形 曬乾後的酸乾茶 因為乾燥縮小變形 得一顆顆 手工塑形再重新綁緊 然後還得蒸過曬乾 這也是祖先留下來給我們的 因為所謂的 他們在做這樣的一個 很細緻的過程裡面 展現的才叫手作的價值 蒸曬烘鴨 如此反覆經歷九次 至少三個月時間 一顆酸乾茶才算完成 看在現代人眼裡 實在不算有效率 劉華苑卻始終堅持 傳統的久蒸久曬 我們蒸它 第一個講 軟滑 可以把它壓緊 那第二個 蒸完了之後 它有水氣重新回到裡面 那因為它回到裡面 就會產生了一個 讓裡面的這些果 還有一些菌 重新發酵一次 然後重新發酵之後 我們再曬它 然後慢慢讓它壓死 然後再經過第二次 第三次 第四次 又蒸又曬的酸乾茶 體積比原來 縮小超過一半 不止顏色變得霧氣麻黑 更堅硬的 就像石塊一樣 在台北待了很多年之後 我後來決定返鄉 因為我不想 家就是四片牆壁 圍堵這個東西 我就希望回到 我小時候記憶的地方 所以我就回來 找了這樣的一塊地 這是我種的台灣原生植物 叫台東夾米 那夾米科在台灣有很多種 從年輕時就活躍於文壇 著作豐富 獲獎連連 進行田野調查的過程中 他看見台灣農業的困境 也讓他有了離開城市 回歸家鄉的想法 我其實回來的時候 並不是真的只想做酸乾茶 因為我覺得 事實上台灣這些年來 面對很多農業發展的問題 跟困境 那農地開放之後 反而讓非常多人 只是找到一塊地可以開別墅 那是不是除了這樣一個條件之外 有沒有更多的機會 讓真正的農地 回到農業專用 為了更貼近記憶中的傳統生活 讓土地回歸自然 他在三分地上種植了 近兩百種台灣原生植物 他本來就在土地上生長 他本來就有他的價值 本來就有他特色的東西 在不同的環境 不同的價值之下 可以看到他的生存條件中 展現的生命韌度的東西 回歸鄉土的過程中 身為客家人的他 也希望找回社會對於傳統文化的關注 我們大多數人講的傳統 都是形式上的傳統 可是我真正相信的傳統的價值 在於他的內涵 我回到這裡 因為回到傳統的生活 我會比較多的時間思考 那我面對了一個 很簡單的一個問題是 富祖時代的傳統 到底對我們現在是什麼意義 用自己的行動 腳踏實地的展現出客家人的文化特色 就像他遵循傳統 所製作的酸甘茶 也展現出情人們 畫腐朽為神奇的生活智慧 傳承古法在於一份真誠的心 稍後來看也是傳統的做法 而且材料簡單 魏京三代依舊受歡迎 因為有濃厚的信義 水蒸蛋糕呢 因為早期的時候 物質取得不容易 手中邊的材料就下去研發 雞蛋 麵粉 糖 都要戰戰 精進的做 把衛生管好 把品質管好 價錢不要賣太貴 對 我希望絕對能夠傳承下去的